驚喜唐可靜DMET邀您共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室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俗女家務室 打中臉充胖子又愛計較 這些人實在難相處 做一個貴重就是打扮的也是 我就是要參加最高等級的方案 你啊 喝咖啡啊 拿點心出來 又拿了看盤軟體啊 其實他只是來騙喝咖啡的 來騙吃點心的 叫那個排餐 一人八百 又面有難受 妳那個牛排好像比較大耶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妳應該除非就多出一點之類的 光是在那邊算錢 情都算薄了對不對 之前啊 很扯的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這個老公 非常的愛斤斤計較 反正在婚姻的 所有的金錢裡面 各種需要付費的 也都是AA制 對 然後甚至連 也AA制 算得這麼輕 但是兩個人走入婚姻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是算不清的 對啊 但是沒辦法 就盡量 反正他老公就是很愛計較嘛 反正能算都算 然後就是突然就覺得 差不多也可以應該來生個小孩了 然後他就跟他老公說 那這樣我要考慮一下 因為講真的對不對 那 這不好算喔 小孩生出來跟你姓 然後產假 用我的子宮 對 然後我要請 然後產 生產還有一些 生命的風險 對 這樣子 而且我們要請產假 沒有錢 對啊 這樣怎麼算 所以他老公竟然大抓公 就是說你這個人也太愛計較了吧 可是殊不知老婆才發火 所以他就把整件事情 就是PO在網路上 就跟請大家評評你 就是說如果當初 你不要那麼斤斤計較 這邊跟我算來算去 對我好一點 我只說可以借給你用啊 是不是 就是啊 對啊 不過其實兩個人 何必要算成這樣呢 算到最後其實也真的是很難算 可是妳剛剛講 我都懷疑妳講 就是我要分享的那個朋友 真的 這麼愛算 妳有這樣的朋友 真的有 就是以前工作上認識的 其實還滿有才華 然後長得也很好一個男生 就是妳會覺得說 這誰就是遇到的話 就是工作能力很強 然後顏值也很高 然後也文質彬彬的 然後家室背景也不錯 那時候是要追妳啊 就是大家 沒有啦 還是有點意思的 然後大家就出去吃飯 那你知道一開始是喝咖啡 所以沒事我跟妳一杯 我一杯對不對 妳叫美食我叫拿點 那各付各購買也還好 可是有一次就叫一盤鬆餅 對 鬆餅不是切四塊 對啊 我們是三個人 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就想吃的人多吃一點 沒有 第四塊他就很自動的 我把它切成三份 再切三份 我就開始覺得 不太對勁的這個人 一個男生 一個很帥的男生 接下來有一次 我們就去吃吃吃什麼 譬如說是吃桌菜 對 就是叫那種義大利餐廳 大家分享對不對 那妳吃完是不是就是分享 就是妳算不清楚嗎 很難算 因為沙拉可能是 大家一起吃而已 就是分享算不完 對 然後他就講說 他比較晚倒一點點 其實也沒有很晚 就是我們是點完了之後 他才倒 那也是一起吃啊 一起開動對不對 晚了也是有低消好嗎 那就是會有那種 譬如說 譬如說四個人好了 一個人如果四百 那你可能不是一千六 對不對 可能就是一千 五百 三百 一千三百八之類的什麼 他就說 那因為我比較晚到 就譬如說一個人 三千六 他就六十 一千二嘛 那他就出那個兩百八之類的 男生耶 男生 對 他應該是走過去說 來 我請你們大家 對不對 對啊 後來我就聽說他結婚了 可是不到兩年就離婚了 這個真的是 後來就是這樣 他就是去超市有沒有 然後領域要貼在冰箱上 用一張一支紅色的筆 一支藍色的筆 衛生棉是畫紅色的 然後譬如說 男生的刮鬍泡 是畫藍色的 他就是要這樣分分分 分到最後兩個人就離婚了 對啊 洋芋片 妳也有說 妳也有吃個兩塊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的婚姻走到現在了 因為我 會不會妳吃得比較多 他肯定消費中高 因為他買一些有的沒 他都是大拆的 真的是算到離婚 一定會的吧 但是如果我走進婚姻中 兩個人計較成這樣 每天光是在那邊算錢 情都算薄了 對不對 所以李律師這邊 也有奇葩的人 我這個案例 比較好險就是還沒進入婚姻 他是奇葩案例 就是兩個人交往的過程中 交往五年 大家就說 那我們交往過程中 不要有一些金錢的糾葛 所以大家就勾搭 女生也覺得好 老娘也不需要讓你養 老娘有錢 老娘自己花自己的 但是這個男生 他就是卡在一點 他比方說 我們要一起去運動 然後運動完要怎麼樣 喝一罐水 買一瓶水 一瓶水可能怎麼樣 一個激素的價格 可能十七塊 對 他的男生就說 因為運動是妳 那邊喊渴說妳要喝水的 所以 我要分手 小妻喔 可是我有遇過另外一種 是他堅持出那個一塊錢 說一塊我出啦 一塊我出 那就一塊我出 你又都是七塊都妳出 我覺得小妻我出 小妻的男生真的很不帥 不是啊 他這樣子算一塊錢 那我們要算囉 一瓶水總共多少瓣 你喝了幾CC 然後我喝了幾瓣 對啊 算到什麼時候 那好 你就算了 你一塊錢 我們大家私底下講嘛 你在那邊便利超商 在那邊跟我計較說 一塊錢妳拿 女生就說我給他一千塊而已 還要讓他找這樣子 就弄得很難看 那女生當然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真的沒辦法 跟你交往下去了 大家都分手分一分算了 這計較成這樣 那邊為了一塊錢 那邊炒半天 結果沒想到這男生不甘心耶 過了幾天打電話給女生說 我那裡有一些東西 在你那邊趕快還給我 那女生就想說奇怪 我們一直交往以來 不是都是大家一人一半 買什麼東西都一人一半 你一塊錢都要算 能有什麼東西在我就知道 他就在開始算說 你那個床頭插著 那個手機的充電器 然後我們插電風扇 那個延長線 延長線 對啊 延長線要減一半嗎 對啊 那個 可能當初他有多出那一塊 我說那都是我的還給我這樣 女生就想說好啊... 那是妳之前請我 喝一杯飲料 老娘說吐給妳 吐一半給妳 好 吐在妳頭上這樣 好氣喔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接下來的這一位 他到底 尤其是他一天到晚 在撮合人家有沒有 在辦這麼多的喜宴 對啊 沒有 今天看一下這牌子 是婚禮顧問 講別人 如果今天坐這邊 就是苦煮了對不對 其實你時不時可以 跳出你自己的故事沒關係 沒有...今天是來講婚禮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婚禮上面 婚禮也難喬 對 人家會覺得 計較的一定是新郎新娘 互相計較或什麼 兩邊家長 沒有 有時候我跟你講 客人也超計較的 真的喔 怎麼說呢 因為你知道婚禮 對新人來講 最痛苦就是排位 而且你還要搞清楚 賓客們的愛恨糾葛 誰跟誰好 誰跟誰不合理這樣 外人一圈很小 對 沒出來囉嗦啦 搞不清楚誰跟誰 不能坐在一起 因為外這兩個結婚 前女友坐旁邊 對 好尷尬 不行啊 所以光搞這個人際關係 又很困擾了嘛 但其實還是有一個 大概的一個規範 比如說接近舞台的那邊 靠近主桌就是比較 長輩嘛 重要的 那比如說年輕人 同事什麼就放走道 走進來就關 因為可以熱鬧一下這樣 對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 比較能體諒的 比如說同事啦 體諒的 對 比較有體諒心 有愛心 有一天婚禮啊 就是大概快要開始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腫招帶很慌張這樣子 然後就衝去找那個新郎 然後就說 不行 不行 有人在鬧事 原來就有一個賓客 它其實是新郎 就南方那邊的遠房親戚 然後那個招帶就帶他去坐 然後他就很不高興 他覺得說 我完全看不到舞台這樣 我不是在看 我不要坐那個看台區 我要坐搖滾區這樣子 好 那那個招帶 就把他又帶... 帶到走道邊的位置 然後他又看一下他說 那這一桌有坐誰呢 一個一個唸給他聽完以後 他又嫌說 這些人我全部都不認識 你是要我無聊死 是不是 你整個婚宴是要跟誰說話 對 那接下來就只剩下 那個主桌 主桌他的備份又不夠 再來就是女方桌了 總不能叫他去坐女方那邊 最後就是大概協調一下 只能夠把 就是一整桌的同事桌 跟他的桌去對話 對掉 真的人家的婚禮 你可不可以... 超度爽的 我好歹也包了三千雷 那坐... 坐哪桌子吃的菜都一樣嗎 那包六千六的要坐哪 其實就算了 對啊 如果要這樣子計較 其實真的是算不完 可是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這明明就是公平的好不好 我本來就是包這個 我就應該坐在 可以看到舞台的地方 難道不可以嗎 可是對有些人來講 就會覺得你有那麼計較嗎 公平這件事情 大家的這個心中都不一樣 所以這是留給法官做 那我們律師能做的 就是幫客戶爭取到最佳利益 那我認為說 我認為的最佳利益 並不是贏到每一分錢 就是說考量訴訟勝敗 然後花的時間 你會說就案子來評估 對 律師的費用等等等 把它評估下來之後 能拿到的最好結果 就叫做最佳利益 那這個最佳利益 常常出現在和解裡面 對 所以我們都會跟當事人說 其實和解是對你最好的 可是有些人就沒有辦法 接觸這樣的想法 之前遇過一個案件 很簡單就是撤貨案件 而且誰對誰錯也非常清楚 所以只是在於說 賠多賠少的問題 那那時候因為我們撞人家 那有造成一些擁有性的損傷 那這時候他就會有一些 工作能力的減損 對 他會永久失能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東西 是需要醫生去鑑定的 可能那時候在談調解的時候 根本來不及做鑑定 所以我們就只好看他的驗傷單 然後去對照一些文獻 然後評估了一個 大概會賠多少錢的東西 給對方可是就是 不管是對方律師怎麼勸 法官還有我們怎麼講 他都不答應說 不管我認為我的受傷比較重 好 我一定要走鑑定 好 那這樣就算了 後來他還說什麼 因為我有一些精神痛苦 所以說有一些開銷 你也要幫我出 我說可以啊 你提出來看他 精神上的賠償嗎 對 就是精神上的賠償 可是他提出來的單據 竟然是什麼 水費電費 我們說這個水費電費 這會讓我心情愉快啊 一直想水澡 一直想這樣 一直想太陽 心情不好 那我連金油錢要算 我需要薰衣草香味的 對 其實這種東西有沒有 冷氣水電費 因為我們把它撞上 它累在家裡面休養 所以說冷氣水電費我們出 計程車費 這個應該嘛 對 冰淇淋的費用 我們看到傻眼 他跟大使的收據在裡面 我說你是不是放錯了 他說沒有 因為怎麼樣 他要吃冰淇淋 才可以平息他的精神痛苦 在這樣的結果之下 其實我當事人也生氣了 覺得他根本來亂的 真的 裡面還有甚至一些 什麼珠寶手勢 那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同意 那決定跟他抗爭到底 無限擴張就對了 對 那對方也很硬啊 所以雙方一路鬧鬧鬧鬧鬧 鬧到三省去了 然後最後法官判下來 對啦 我們輸了 因為我們本來就該賠錢 對 可是那個賠償的金額 跟我們一開始 和解的金額 根本沒有差多少錢 那對方就很得意 跟我說你看吧 鑑定結果 對啦 你比較重一點點 重個一%兩%而已 就多賠一點點 可是其實他中間所花的成本 訴訟費用 律師費用 鑑定費用 那都已經花下去了 所以其實他總的 算起來的錢 還比原本拿到少 沒錯 所以我就認為說 其實這個不公平 公理自在人心 可是什麼時候 叫斤斤計較 我認為如果你去 計算到每一分錢 導致說你沒有辦法 達到原本的目的 甚至能拿到的結果 比原本還差的時候 但最後法官的冰淇淋錢 應該沒有判斷要賠吧 當然全部都是打掉啦 對啊 因為那太多可惡 對 可是該給的 我們本來就要給 他花了這麼多時間 如果他這樣子 已經侵害到自己權利的話 就屬於對自己的斤斤計較 而且有些時候 他那個過程 他就是要贏 他也不在乎錢 是啊 對 就有時候是賭一口氣嘛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OK OK 谢谢大家